我们今天没有送饱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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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想怎么样 报出政治献金假账风波后 柯文哲躲了36小时 终于被媒体堵到 这个经毒也被迟疑 因为当时你说是 好 谢谢大家 因为你最好会发泌气 被追问到一度动气 但柯文哲始终必达相关争议 不过政坛已经有人看不下去 柯文哲 串政串共出来共 串政串共出来共 执疑柯文哲政治献金申报不实 更有高达916万 厂商澄清未收到申报款项 一击77万多演唱会获利 也流向不明 激进党和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都到北检提告 侵占了小草的这笔物款 把小草当成韭菜来哥 赶快说清楚 这916万的去向 已经把这916万的收据 全跟厂商全部都报给全民所知 不然你就是诈欺 不分党派都不满民众党以财物瑕疵 草率带过北检也主动分他字案争办 而负责政治现金申报查核的会计师端木正 空眼难逃法律责任 对于这位端先生 我是真的没接触过啦 那不过一个会计师说 应该做好会计师该做的事情 柯文哲政治现金持续烧 是作假还是瑕疵 就等当事人出面说明清楚 今天我黄泉肇事员沈明阳采访报导 我黄泉肇事员的会计师